将鸡肝的蔬菜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竹 先教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可以这样子来说 鸡肝是什么呢 鸡肝就是我们肌肉组织代谢出来的一个产物 那么这个呢 鸡肝呢会从我们肾脏进行滤过 所以对于鸡肝的测量呢 是平定我们肾脏功能的 很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鸡肝一旦升高 就提示的是我们肾脏功能的损伤 我们一般来说 没有一个确切地说 哪个蔬菜能够去降鸡肝 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从饮食上 来对这个鸡肝呢有所控制 如果鸡肝水平过高 那么比较重的这种肾脏能衰竭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的饮食少吃一些含钾类的食物 比如说像橘子 香蕉这些水果 因为它含有钾 因为肾脏功摔了以后呢 血钾可能会升高 所以减轻它的这种平常摄入的钾的含量 可能会对它这个肾脏功有保护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口服呢 就是低盐 另外呢减少我们蛋白的摄入 但是呢我们又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来对我们的肾脏功能进行保护 然后再和我们的肾脏功能进行保护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